记者刘兵选南投报道,今年九族文化村樱花祭首都已因为爱举办樱花认养活动,并与成仇阿妈少年家园合作,将各界认养樱花的经费捐出一半做公益,经元房捐出88500元,由该基金会董事长吴正然代表接受出感谢九族热心公益,也呼吁民众多关怀社会弱势及社福团体。 吴正然表示,基金会去年因募款不足,以致营运经费短缺500万元,由于少年家园每年营运经费高达4000万元,其中三分之一是政府补助外,其余都要由善心团体,民众固定小额捐款才能继续营运,希望透过九族的掏砖引玉,协助弱势而少自立。 九族园区则说,随着樱花戒结束,便依活动期间获得任养的樱花经费捐出来,而近来园区10万株薰衣草也已盛开。 配合儿童节与亲民连假,届时也会免费招待家园的儿少到园区旅游。 一般民众至4月15日入园只要650元,3至6岁儿童则只要420元,盼儿童节连假能让全国的儿少都开心过节。